希望自己做一个不一样的医生 希望能够可以带给这个世界有少少的改变 和沈校长是我从学生年代已经认识 沈校长当年是很年轻很有为的医生 大家我相信前后认识了三十年 这个亦私亦友的关系三十年 过了几十年和他一起来到共同奋斗 沈校长固然是一个超级明星 我不能跟他相比 其实我从来不当自己有很多粉丝 我唯一希望就是更加要提醒自己 不是说要做一个明星 而是说自己要谨言甚恨 在大学读书时最深刻印象的花名 就是我被人叫做崇基灯塔 因为那时是崇基学院的 我曾经住宿舍在山上 我晚上很晚才睡觉 有两三点才睡觉 很多时候人们晚上回来 看到好像在灯塔上有点灯 所以常常叫我做崇基灯塔 年轻的时候有无尽的青春 慢慢一年多大了 就发觉要注重身体健康是很重要的 如果在饮食方面 我会注重自己吃东西 不要太饱 中国人说要保持着七分饱 我觉得是很好的 可以避免中央肥胖 没有那么热狗的时候 我会出去外面跑圈 用去跑四公里 是不是一个贪美的人 我想我要注重自己 不要太贵 不敢说自己贪美 因为做一个医生 我想穿着一个仪表整齐是很重要的 所以总之穿上身 不会说穿鞋忘记穿了穿物 这件事已经很重要了 因为码区域隐 81208041 血并不是避免as 也认识 那他希望如何 你们 我们